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欢迎来到民族正线 那么有网友啊,分明给老编发来这个消息 因为刚才老编呢,突然之间睡着了,睡会儿觉 然后呢,这个消息啊,就来了 网友是这样的,打了好几个问号 说,这个国家主义习近平啊,怎么从乌克兰总统 斯林斯基通了电话,表示很震惊,也很看不懂 那么让老编的来解读一下 首先一个,习近平和斯林斯基通电话 我觉得也为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这个是两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之间的正常的外交接触 很正常,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通稿 然后我们再来做个分析,好吧 习近平同斯林斯基通话 4月26日下午,国家主义习近平应邀同乌克兰总统斯林斯基通电话 双方就中乌关系和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指出,中乌关系走过31年发展历程 达到战略伙伴关系水平 为两国各自发展震惊提供了助力 我赞赏斯林斯基总统多次表示重视发展中乌关系和对华合作 感谢乌方去年为中国共民撤离提供大力协助 相互尊重主权和领统完整是中乌关系的政治基础 双方要着眼于,要跟着眼于未来 坚持从长远角度看待和谋划两国关系 延续双方相互尊重,真诚相待的传统 推动中乌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中方发展中乌关系的意愿是一贯的,明确的 无论国际风影如何变换 中方愿同乌方一道,把两国互利合作向前推进 谢乌银指出,乌克兰危机复杂演变 对国际形势产生重大影响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 核心立场就是劝和促谈 我相继提出了四个应该,四个共同和三点思考 中央还在此基础上发布了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 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当事方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大国 我们既不会隔岸关火,也不会拱火交游 要不趁机牟利的是 中方所作所为光明正大 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出路 核战争没有赢家对待核问题 有关各方都应该保持冷静克制 真正从自身和全人类的前途命运着眼 共同管控好分歧 管控好危机 现在各方理性的思考和声音在增加 应该抓住契机,为危机的政治解决积累有利条件 希望各方从乌克兰危机中深刻反思 通过对话,共同寻求欧洲长治久安制造 中方将坚持劝和出台 为尽快停止止战停火 恢复和平作出自己的努力 中方将派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 付乌克兰等国访问 就要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各方进入深入沟通 中方已向乌方提供了多批人道主义援助 来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赞连尔斯基祝贺习近平主席在此当选 赞赏中国取得的非方成就 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中国将成功应对各种挑战 实际向前发展 中方在国际事务中秉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最大影响力 无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 希望从中方开展全面合作 开启物中关系的芯片章 共同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赞尔斯基介绍了对当前乌克兰危机的看法 感谢中方为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欢迎中方为恢复和平通过外交手段 解决危机发挥重要作用 那么这个事情呢 这个就是这个我是从观赏者网上面 节选出来的 那么这个字数呢 也是比较少 但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爆 习近平跟泽尼斯基通话呢 那这个是震惊全球 那都受到了全球全世界的 这个各方势力的这个瞩目 大家要知道 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 中国的态度 对整个俄乌战争的走势 是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的 那么大家都知道 俄乌战争打到现在一年多了 对吧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跟乌克兰有过互动 但除了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还没有去基辅 或者说跟泽尼斯基走有过通话之 这样的直接的这个沟通以外 那么几乎别的呢 都已经都轮了一轮了 那么大家要知道啊 这个泽尼斯基 俄乌战争打到现在 中国给这个俄罗斯啊 也提供了很多实打实的帮助 比如说俄罗斯 他丢掉的这个欧洲的市场份额 基本上中国帮他撑起来了 那这个实际上对俄罗斯的这个帮助 明眼人都知道 很明显 对吧 所以说呢 中国的在这个暗地里是倾向于谁 很明确 对不对 我相信大家都能看得懂 但是呢 为什么中国还要跟泽尼斯基通话 原因也很简单 最终啊 这个不管是和平也好 还是说中国啊 他是可以直接影响到俄乌战争的走势的 啊 那么现在跟泽尼斯基通话呢 也是一个时候了 为什么叫是一个时候呢 战争呢 打得也很胶着 但是呢 总体来讲 俄军是节节胜利的 啊 也就是说美军和北约在参加乌克兰战斗 啊 只是穿着乌克兰的军装 但里面的里面的能源 武器装备 训练 各方面全是北约的一 北约的士兵 北约的一套 乌克兰人也不是在乌克兰而奋斗 而是在为北约 在为美在为这个美西方的利益而奋斗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仗打得非常啊 激烈 但是俄罗斯 也是在前线啊 也不是 也不是这个吃素的啊 也是打得相当的 牛逼啊 从一开始的 脆哭拉朽 到后来的这个啊 暴露出的各种问题 再到后来的这个调整啊 基本上呢 他经历过这么一个状态 心理素质也就已经打出来了啊 战争进行了一年多啊 这个俄罗斯啊 也已经适应了啊 被这个美西方啊 一万多项制裁的这个大背景之下 如何去啊 走出一条自己独立的一条道路来啊 那么也证明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金融制裁啊 王尔全全是失效的啊 没有任何的作用 对吧 最直观的就是俄罗斯的财政收入和俄罗斯富豪的人数 俄罗斯的亿万富豪 十亿美元以上的富豪又增加了二十二个人啊 总收入又增加了一千五百多亿美元啊 从这里看得出来西方的制裁 王尔全全全没有效果啊 反而是西方公司损失巨大 全球啊 只有十个国家啊 左右啊 人口是破亿的 那么每当人口破亿的国家就意味着巨大的商机 但是这个里面非洲的那些国家那也不能算 对吧 你只能说那些经济还不错的国家 但俄罗斯总体来讲经济也是不错的 对不对啊 所以你西方对他的这个制裁各方面都不行 而且法国总统马克龙到中国来访问 包括德国总理硕斯要邀请李强到欧洲去 包括第一个到北京来吃他的蛋糕 现在英国首相啊 也是被国内的拥抱熊猫派和这个啊 等于说是对俄罗斯啊 就是不太那么那么敌意的这么一些政客和一些啊 商界人士给搞得他很难受 英国的外长也说要跟中国啊要恢复关系啊 纠正过去所说的这个苏纳克所谓的中英黄金关系 彻底结束了这样的这种言论 那么纷纷转变的原因就是真的 俄欧战争他们是扛不住了扛不下去了 而且现在西方所拥有的想要的那些东西很多都空中在俄罗斯人的手里面啊 你比如说G7原来开会牛逼哄哄的说要对俄罗斯全面进出口 终止掉 那么那么但是他的G7农业部长又一致的啊 要求说黑海协议啊能够过关 对不对啊继续黑海协议 但俄罗斯说啊原来你们他妈的这这么垃圾啊啊 那好黑海协议我要给你终止掉 所以在这一系列大背景之下再说美国 美国现在 对吧他的国防部副部长刚刚已经讲过了 乌克兰为辅中国这边是为主 那也就等于说乌克兰那个战场他也不想管了 也无力管了啊 对吧两头来都有一个次重点 对不对他也吃不消了 他讲这些话泽连斯基难道 今天他们他们国防部副部长讲这个话 难道泽连斯基他不会去听通这些话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 美国国内啊政治斗争激烈 美国众议院议长共和党的这个麦卡锡 这个人他也是啊 这个非常的不喜欢乌克兰 也不喜欢泽连斯基 因为他很清楚乌克兰跟泽连斯基 是拜登家族这一伙人 他们民主党啊 纽兰啊他们这些人 他们的利益全部都在这个乌克兰 所以他也知道美国 不停的给这个钞票 给这个乌泽连斯基 最终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啊 这些钱知道哪去了 麦卡锡也不是傻子啊 所以他也说了 那你现在美国债务要达到了这个上限 美国美债就要违约了 怎么办 那削减开支 那什么削减开支 你乌克兰就是个无敌洞 那就削减他的开支 对吧 而且西方也 美国也批评说 泽连斯基啊 在这个办公室 崭新的黑色奔驰啊 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财路马上要断了 所以我以前一直都讲过 我说泽连斯基 他的财路什么时候断 什么时候美国这些钞票 志愿不动了 这个无敌洞填不上了 泽连斯基就会跟习近平来打电话了 啊 泽连斯基就会跟习近平来打电话了 就会邀请习近平跟他打电话了 习近平是他的啊 最终方案 为什么讲叫最终方案啊 中国提出乌克兰和平十二条建议 对吧 啊 和平十二条建议说白了 就是这个仗打到什么地步 就是什么地 就是什么地步了 对吧 打到什么地步 就是什么地步 也就是说 俄罗斯现在 也很明确 地涅伯和 左岸这一边 啊 左岸这一边 啊 那那四个 对吧 啊 是被他给吞并的那四个地方 现在是控制在手里面 啊 而且现在是在进行这个 啊 特别军事行动的去军事化这个目标 不停的要把这些像俄子一样飞过来的这些乌军啊 这些有生能量给它消灭掉 他也扛不住 你以为了俄军这两天大家可能没有关注俄乌战争啊 这两天每天俄国都灭掉五六百 是一个团的武军 你想想看能行吗 美国的外泄文件都说了 美国的装备在这个地方导弹火炮打俄罗斯根本没用 因为俄罗斯电站系统太牛逼了 啊 他没用 所以说你看到没有 整个欧洲这些几个大国 德国英国法国是最重要的三个大国 他们对中国都开软档 就代表说他们真的扛不住了 他们对中国开软档 那他们的政策就会受到中国的左右 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 要求法国外事顾问跟王毅一起制定停战协议 那泽连斯基他很现实 我的泽连斯基我也很现实 因为美国 美国爹什么时候给我钱 我就在这撑着 我就在这边帮你打 美国爹没钱了 啊 欧洲这边也没钱了 也穷了个叮当响了 都被掏干了 哎呀他得了吧 我就赶紧跟习大哥打个电话 啊 呃 我比较意思 我想这个你调停一下 啊 你来斡旋一下 啊 我差不多接受方案 我也我也想停战了 人家玩的是这个 那泽连斯基不是傻子 啊 不是 人家不是傻子 啊 听说好像也 也捞了个 也捞个几亿 还是十几亿美金吧 啊 都已经存好 那个账户里去了 对吧 美国他妈一再一再不管他 美国也说了 哎呀 乌克兰为辅 台湾这边为主 啊 那那那怎么办 他怎么办 啊 当然是跟赶紧 赶紧抱习近平大腿了 所以我都已经已经说过 习近平跟泽连斯基通电话 什么时候通电话 一定是西方 支持不动了 欧洲这边呢 也不想支持 以法国为首的欧洲 在政治上也不想支持 也没那么多东西支持了 英国呢 财政也也不行了 啊 俄罗斯呢 这个搞的也是很猛的 对吧 就是导弹 又是干嘛的 核弹 战术核弹 他们也都受不了 啊 真的再这样搞下去 毛泽真的把基辅 把他妈一个中子弹 战术核弹 往下里一放 啊 他也看出来 西方这妈就是怂弹了 所以说在这个背景之下 赶紧的跟习近平 表达一下意愿 啊 愿意 愿意这个接受 和平十二 十二点干嘛的 啊 中国提出的 而且一看法 法国 包括西班牙都支持 中国提出这个 建议 啊 你什么捷克那种国家 什么中国不是真心的 这个 促 促谈 确你马逼 今天昨天随机 跟习近平打电话 不是打了那个 傻逼的耳光吗 啊 集合那个总统 不是打了他的耳光了吗 波罗地海那些国家 波兰那些国家 不都是耳光被直接删了吗 你们不是政治大国 最终乌克兰这个事情来决定 都是由政治大国 由安理会的这种 政治大国来决定的 不是由你 顶多还加一个德国 算是半政治大国 因为他的经济影响力 比较大 全球的影响力 这种品牌影响力 比较强 他都可以可以算 啊 但是日本这种都都不算 懂吗 所以说 这些国家 平时叫的欢 叫的很牛逼 到关键时刻 都是排不上号的 没他们什么事 靠边站 啊 泽林斯基马上 要要应 应 习近平是应邀 应泽林斯基邀请 通了这个电话的 啊 所以说 现在你就是 你就是现在接受中国和平十二点 停火吗 啊 接受中国和平十二点 停火 仅此而已了 再干下去 西方子弹都供不上来了 毛子这边越打越猛 你受得了吗 你还有多少武器弹药可以耗的 啊 所以说你看看这些 这些一系列的事情 它都是一个信号 包括西方的金融体系 银行体系 什么瑞银崩盘了 啊 什么这个瑞幸崩盘了 瑞银接手了 啊 包括什么这个 啊 那些西方的一些银行 都一个快完蛋 什么德意志银行 都是一个不好的信号 好吧 所以习近平跟泽林斯基通电话 什么原因 就这个原因 啊 差不多了 啊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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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